范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济各5月18日 出席意大利主教团 第68届全体大会开幕式时 向主教们强调 因强力谴责腐败现象 因兼顾平信徒的角色 使他们更有责任感 而无需一位驾驶员主教 教宗在讲话中开门见山地说 做一名成功的主教 只需要一个条件 那就是要有一颗与基督一致的心 有基督的情感 谦卑 同情 仁慈 具体和睿智 教宗列出的这些情感 可以总结为教会关怀 教会关怀的意思是 如好牧人那样走向天主子民 保护他们 防止意识形态殖民化 夺走他们的身份和人性尊严 教会关怀也意味着勇敢和真实的谴责 普遍存在的公开和私下的腐败思维现象 教会关怀 应涉及教会中的平信徒 他们伴有不可或缺的角色 教宗重申 应兼顾他们的角色 使他们承担起 与他们的能力相称的责任 拥有真正的基督信仰教育的平信徒 不需要驾驶员主教来为他们承担各个方面的责任 然而平信徒都需要牧人主教 教宗在讲话中也提到集体领导 集体领导意味着主教和主教之间的共融 教区和教区之间在物质上和圣诏上的共融 主教团与主教团之间的共融 以及主教与伯德鲁继承人的共融 教宗最后鼓励主教们说 我们基督徒和主教蒙照逆流而上 成为复活基督喜悦的见证人 把喜悦和希望传给他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